继续我们来看看台塑企业位于敦北总部大楼 是全台最大的企业自办都庚案 因为现在进度超前 所以总部的员工今年下半年 要陆续的搬到内湖的临时新总部 所以到时候会替周遭带来商机 而原本的敦北大楼 预计2024年的时候要拆除 敦化北路上这栋台塑总部 是王永庆王家的KiGetsu 花了四年多终于拍板都庚 而总部员工未来也将搬到新基地 为了因应敦北总部的都庚计划 台塑去年买下了内湖这三栋商办大楼 作为临时的企业总部 目前内部正在积极装潢当中 预计今年上半年就会完工 内湖大楼内空空荡荡 只有几名警卫助手 这三栋商办大楼花了187亿 5000多名总部员工 下半年也将开始分批搬进 而原本的敦北总部 预估都庚之后身价上看800亿元 堪称是台北市数一数二的超级都庚案 台塑总部大楼前五大地主 依序为台塑外贸协会 高龄实业台北富邦银行和原大银行 近期即将召开权力分配会议 谈分户问题 预计2024年下半年 总部就要进行拆除 所在的敦北商圈 还有西华集团 西华饭店 也要借为老都更化新装 另外包括全球人寿 国泰市华敦北等大型重建案 陆续落成 有望洗刷最高空置率商圈的形象 今年虽然面临了升息 可是其实商办的交易量 却明显的增加 相较于2021年 其实整个商办的一个成交量的话 大概是成长了一倍以上 今年商办市场交易热 加上度更多按启发 都有机会再度擦亮顶半商权光环